朋友们大家好 咱们今天再聊一个演员 这个演员呢 以前是演话剧的 他演话剧的时候呢 这个德国若干的讲 可是当年呢 话剧是小众艺术嘛 也没有能够成名成家 后来他演电影啊 演电视剧 开始呢 前些年演的都一些小角色 小配角 我那时候就看过他 演过许多的小配角 演技非常好啊 可是都没有能够大火 后来直到前年 那个电视剧叫都听好 他忽然就大火了 接着又演个叫 我是鱼欢水 这一说大家都知道了 他叫郭京飞 这个郭京飞 现在许多人都喜欢 大家都因为郭京飞 不光自己拍戏拍的好 他的家世让大家感兴趣 为什么呢 他的爱人叫鲍丽 鲍丽的姐姐叫鲍磊 鲍磊的丈夫叫陆毅 哎 这姐俩就是演员 又嫁了两个一线的 当空小生 陆毅和这个 这个谁 郭京飞还是连桥两个人 这两对夫妻呢 这个让也在娱乐圈里头 还没有绯闻 而且过的生活都特别好 姐妹之间 联金之间 关系都非常紧密 所以说这叫中国好亲戚 大家也很感兴趣啊 咱们今天简单聊的 这郭京飞啊 这个郭京飞是哪的人呢 郭京飞是这个北京人 他怎么叫京飞呢 哎 这京飞这字是他爸爸给起的 他爸爸也不是简单的人物 咱们中国最早民航有八大飞行员 他爸爸就是其中之一 所以说他爸爸从小呢 就想让他学这个 学飞机嘛 长大当飞行员 所以叫郭京飞 可是这孩子啊 郭京飞现在看呢 这好亲 包括同学都说的 这些从小就爱斗 刀猫地狗 嘴里头天天就这么说 就是一种男人的性格 就是不爱开飞机 不爱学习 他爸爸从小就各种飞机模型训练 他不喜欢 就爱玩什么小猫小狗啊 捡个什么斗鸟 捉个小虫啊 有一次 他抓个小蛇回家玩去的 就野生的小蛇 调皮捣蛋 上学也不好学 等后来上初中的时候 就天天老想逃课嘛 忽然他们那个上初中时候啊 当学校有一个成立话剧社 说是参加话剧社有排练的时候 就可以少上课 他一听这个说我去 我要参加话剧 话剧社学习 哎你看他天天这种 那学表演的都得这种外向性格嘛 所以说话剧团喜欢的说你来吧 他是为了逃课 哎 然后来那个演那个话剧 他爸爸当时就不高兴啊 你得继承我飞行员呀 他说不行 我就熊演戏 那他就在话剧社来回这么这么什么 像是学习成绩不好啊 高中毕业以后 他也没没能考上大学 也没能什么啊 就这么就这么也是混 家里反倒是条件挺好 等后来他就因为在话剧社学习嘛 他就想我也考话剧团 北京中系没考上 然后就考上海 系学院考上系 一直考了两年考了好几年 终于在2000年这年 这年他21岁 他已经考了三四年了嘛 他一到处低的成绩 考上了上海系统学院 啊成绩是不行 可是他去了以后就跟表演各方面 在现场表演功力 特别厉害呀 他的学校就是话剧团的呀 所以说他这个专业能力很强 上系就把他收了 收了以后呢 他当时就是在上系的风云人物啊 然后这个他又弹极 他唱歌各处出风的 在学校很有名 可是这个学校比他更有名的是谁呢 是他那个联系 是陆毅 陆毅比他大几届 陆毅是76年出生 比他大三岁 可是比大三岁 比他大四五届去 他去那会陆毅就要毕业了 可是陆毅呀 在大学的时候啊 就刚开始上前的时候 他就开始什么呢 他就开始表演 就开始什么 当时他有一个女朋友 爱就是暴雷 他一个小姨子 暴利这姐俩呢 都是哪的 都是黑龙江哈尔滨的 这姐俩都考中了这个上系 都在那上学 然后这个陆毅 现在已经功成名就了 就已经非常知名的演员了 年少成名 和暴雷两个人 就已经搞对象了 虽然没有结婚 家里头啊 包括这个暴雷和暴利的爹妈 对着陆毅是特别喜欢 大家看陆毅这个人 你一看 你眼睛看着这个好人 做事一板一眼 就扎扎实实 说话呢 也是 在你看下面说话 也从来不这个什么 就规规矩矩的 一看就是 家世非常好的 正是 好孩子那种形象 暴雷也是这样 然后等他们这两口就都喜欢谁 郭京飞了 因为郭京飞是那个 风云人物 又唱歌又什么 演话剧演得特别好 在学校的时候 他就各种话剧 就已经得了若干的奖 然后陆毅就喜欢的 郭京飞 两人就成为好朋友 经常呢 因为在大学时候 陆毅领着 领着好雷 暴雷 后面他暴雷 小姨子就跟着 人下半天三件课嘛 然后这个 他们俩 那个陆毅一醒 郭京飞一成朋友 郭京飞一眼就看着小姨子了 一眼说 哎呀 这女孩真傻 这个暴雷和暴雷不一样 大家看暴雷 也情络色相 也是贤妻良母 这种角色 可是暴雷呢 就是一种时尚青年那种 姐俩这个气质不同 这郭京飞一眼就就喜欢他了 然后有一天 那个郭京飞回来 就找那个谁 就要找那个 那个陆毅啊 找郭京飞吃饭 找暴雷 说你来吃饭了 说都谁啊 说我暴雷 还有我那个暴利 说暴利啊 你来啊 说啊 郭京飞说我去 他正喜欢 他没有机会交到那 然后去了 其实暴利心里 他当时也挺喜欢郭京飞的 郭京飞嘛 经常是万众瞩目的人士嘛 两人吃饭 时间两人拉的扯扯的 就说说 就就就就 就台湾正习 就啊 就就互有好感 就留联系方式 然后俩人聊了不到一个月 就当着闺蜜 当着那个暴利的同学面 俩人就就就就就 又拉手又捂的 后来那个有一个闺蜜 说你们俩不是结婚的 那俩人忽然一愣 后来郭京飞说 说是暴利 说明天要下雨 咱俩结婚 这怎么样 这老天爷让的 暴利说行 就这么一答应 第二天真就下雨了 暴利以为就逗着玩 那郭京飞就去了 就直接找就找暴利了 说老天爷下雨了 我要跟你结婚 这暴利也是 俩人才见面一个月 暴利说行 就就把户口就回家 就直接又回家 回到哈尔滨 就马上爹妈 把户口本掏出来 就和郭京飞 两人闪婚了 就俩人见面 一个多月闪婚 然后再把户口弄给 谁都不知道 连路易和暴雷都不知道 这样人竟然结婚了 瞒了一年多 到了2005年 才传出来 传出以后呢 暴利爹妈就不同意 为什么 因为有这个路易呀 和这个 和暴雷的意思 因为他们俩是2005年 结婚了嘛 结婚以后才知道 暴利和这个郭京飞 也结婚了 都偷着蛮有结婚证了 这肯定不同意啊 报我当时这 这郭京飞贫嘴滑舌 油嘴滑舌 说话没正行 这幽默嘛 还不挣钱 演话就不挣钱 路易都已经名满天下了 后来暴利和这个郭京飞 都在路易家寄宿 也没房子没车 啥都没有 说话又不着寸不着了 暴利的迪妈就同意 这怎么办呀 后来郭京飞有一次 说不行 我必须得 那个暴利也说 说你必须得经过 我爸妈同意 虽然说当时 结婚证瞒着他们取的 后来郭京飞说 你放心 咱们必须正道解决 有一次 这个暴利他妈就长病了 这郭京飞家是那个 北京的嘛 因为那姐仨 包括路易他们在上海生活呀 这郭京飞就亲自上医院 就把那个 暴利他妈接的医院 就伺候 从入院伺候 一直到出院 而且所有的医药费 都是过境飞坏的 出了以后 他又跟那个暴利他妈解释 说为什么 我瞒着你 就是我又怕 怎么这 就各种我没说吧 嘴好啊 然后又说 说你放心 我以后必须对暴利 然后就说了 我买房子买车 啥东西都得起暴利名 不写我的名 可能天下父母心吧 暴利的爸 爹妈肯定的心疼女儿啊 说你要说到做到 你要说到做到 我们就不拦着 就保证说到做到 然后后来 就是因为他当时 那些年郭敬飞就演话剧嘛 他在话剧 该得的奖项都得了 演话剧不挣钱嘛 在上海那个地儿 又买不起房子 后来他才决定 说不行 我得演什么家 我得演电影 演电视剧 电视剧 这个正前呀 直接的下海了 最开始是在一部 这个那个 那个那个 那个什么戏里头啊 开始正式下海 接着大家看那些年代 什么那样 芬芳 还有那个和那个 袁泉和夏宇演的 那个叫就是什么的 就好多的戏 对吧 后来还演那个 武林客栈之类的 然后慢慢慢慢的 他是一个角色 一个角色的工业 一步一个脚印 因为当年他入行晚嘛 身后也没那么 那么大的人脉 没那什么的 没有一次就演大主角 可是各种小配角不断 郭京飞的表演 才能被各路人认可 就辛辛苦苦 兢兢业业的 就是接戏 说我必须 我要对得起这个暴力 我要给我父母跟前 那个那个 要长着脸 因为当时嘛 路易 路易对的特别好 当时那个就采访路易 就说你越父越母 喜欢你那谁呀 路易说以前喜欢我呀 等郭京飞说 现在喜欢我呀 就是他们俩就 就叫着劲 说我那 爹妈好的 怎么着的 虽然是这个 路易对郭京飞很好 郭京飞那小伙子 觉得我也不能 让我连钱 太瞧不起我 就兢兢业业的 这么这么接戏 暴力那么也接戏 然后等他挣的钱 所有钱都交给暴力 终于在上海 买了房子了 房车 所有的都写暴力 然后老两口也看着 说挺好啊 后来郭京飞 然后又演的那个 就是那个 武林客栈是什么 那个就有名气了嘛 就能挣着钱了嘛 后来郭京飞 你像那个 和雷 雷家音 这一批人 都是演技派 一点一点 就占地的 一线的 小生的地位 然后的家庭事业 各方面都行了 他那岳父岳母 最开始也跟陆毅住 后来又跟郭京飞住来了 所以嘛 郭京飞说嘛 说以前喜欢陆毅 现在喜欢我 然后后来 那个 这两种感情挺好 你比如郭京飞 到这边 说我不敢得陆毅 不敢得到我姐夫 说怎么着 说我的钱 都掌握在我老婆手里 都掌握在暴力手里 暴力的钱 都掌握在 暴雷的手里 都在我大姨的手里 我敢得罪他们 暴雷会理财 暴雷会理财 然后那个郭京飞 挣了钱给老婆 老婆把钱都给纳 所以说这俩 又是娱乐圈 一对好连亲 后来你像前面 这个都挺好 终于郭京飞 凭借这里 叫苏明杰吧 那角色 苏明什么呀 一下 终于成为了 一线小生 接着又演的 我是余欢水 其实他的戏 也真好 以前我看过若干的 我在前几年的 没出名钱 我就跟聊天 我就推荐 我说你们看看 有点郭京飞的戏 那真好 那小伙子 郭京飞到现在 他那种 你看他说话 多幽默呀 他直接就可以上台说像啥 他演小饼说像啥 比如他和雷加音 他们各个场合的 互加互怼 这些小段子 那喜剧天赋 幽默天赋极强 人长得挺帅 表演功力 其实他属于大器晚成 要按他这种 这个什么 应该是早就应该成名的 可是后来他成名 现在都四十来岁了 才成名 不过咱们看啊 那个 都说演艺娱乐圈里头 有些争名多利呀 有些个什么 这个名利什么 哎 你看这小姐妹 这连金俩 暴雷和暴力 这姐俩没一点粉 对吧 系里系外 你听不着 这姐俩有什么事 你再看陆毅和这个郭京飞 两个都是这么好人 你要看郭京飞 多不靠谱啊 说话周三不知道 风颠颠啥都 哎 就那么顾佳 这两口结婚 像都已经快二十来年了 05年 陆毅结的婚 那暴雷他们是03年 偷了闪婚 都是闪婚不长久 两人见面 一个月偷了结婚 对吧 可到现在多少年了 依然恩奈如初 两对夫妻互相扶持 互相帮忙 都是给人提供一种向上正能量 你听着他没有一点这些绯闻呢 或者炒作呀 或者靠这些个什么的 没有 所以说啊 有些个娱乐圈呢 他的演员就是一种职业 有时候他需要炒作啊 需要各种绯闻 需要和你拉眼距离啊 塑造这种人设 你看这这这这两段夫妻就非常接地气 小夫妻过那日子演那个戏 戏里戏外 都让你感觉到啊 那个小两口 这个那小莲金 养家人 互相又关心吧 又竞争吧 又又比着 看谁过得好吗 这才叫一家人的样子 这才叫充满感情 充满人情味的这个 那个这个这个什么 所以说明星啊 他也是普通人 有些大家喜欢的 也是因为他们这些个 极富人情味的小日子 过的这种啊 过着过着这种什么 才让大家更喜欢的 所以说啊 咱们也祝愿像这样的演员啊 他们前途都非常好 因为他给大家带来一种正能量 比那有些天天吵吵架架啊 那个各种那个炒作 各种对立啊 各种找杂想敌啊 各种思呀 就比这样的要好得多 那还是就这样平平安安和和气气的 这种更接地气的人 大家才喜欢 所以咱们祝愿他们的事业都越来越好